大家好,台湾海巡署撞翻了中国大陆福建籍的渔船 造成了人员落海死亡 那么这件事情正在升级 导致台海两岸冲突不断升温的时刻 美国人又跳出来了 首先是美国官方开始行动 2月20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公开表示 美方密切关注中方的行动 呼吁保持克制 敦促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减少误判风险 那么大陆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两岸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包括美方在内的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 更没有扬言敦促的资格 尤其是这一次台湾方面的暴力执法致死 并撒谎掩盖事实 更是让事态难以平息 美国这个时候跳出来 只会让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我们这里面谈的是中国大陆的立场和看法 而美国向来就是到处三分点火 甚至在寻找三分点火的机会 生怕事情闹不大呢 而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此刻正在荒腔走板之际 也急于寻求美国爸爸关爱的眼神 希望能够给一个方向 然后吃下一颗定心丸 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另外一个动作 最近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对台湾出售价值 约7500万美元的军售 那么应该说在军售层面 这一次的交易金额7500万美元并不多 那么另外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交易的内容呢 是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的升级 无论怎样 从交易的这个内容装备或是金额层面来说 其实都不是大规模的军售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 他反映的他的意义不在于金额 而在于在此刻当下的敏感时刻 美国国务院为何会在当下做出这一宣布 只是表达出了对台湾力挺的这种姿态呢 还是说要抓紧构建 针对中国大陆的接下来的一系列的举动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最近这一两天 美国的反华极限分盖拉格突然访问了台湾 那么也是彰显出一种姿态 一个动作 美国做出种种力挺台湾的行为 真的有用吗 中国所宣布的禁止与限制水域不存在 那么中国大陆会吞回去这句话吗 如果台湾人这么想的话 那肯定就是误判了 我们看到大陆最新的动作 根据邱映所披露的消息 就在昨天 中国海警局的三艘大吨位的 2103号 2202号和2203号 那么这三艘的海警船陆续由浙江的基地 前往厦门的这个夏津海域 与福建籍的海警船会合之后呢 在该海域会进行常态性的巡查和护语 大陆的海警船的总吨位达到了二十几万吨 比整个意大利的海军的实力都要强 其中超过3000吨的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就有七十多艘 而超过一万吨的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 也有两艘之多 那这些都是台湾所没有的 那么最近几年 我们也已经很少看到 日本的右翼分子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敢有什么新的动作 这就是被中国大陆海警船 给压制的死死的 这一次前往夏津海域的三艘海警船 原来呢 都是在东海钓鱼岛海域巡查的 可以说是作战经验相当的丰富 现在南下夏津海域 就是要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台独分子 来一个震撼教育 告诉他们大陆这回就是完真的 不是光说说唬人而已 估计啊是美国人盖拉格来了 台独分子呢 这两天胆子又壮了起来 竟然指鹿为马 旺称福建籍的渔船快艇 是撞击台湾的海巡船 结果自己翻覆落海 这样的一种黑心的说法呢 可以说是荒唐可笑 而台湾的一个啊 这个非常的本土派的台独分子 王定宇呢 竟然大骂大陆是土匪 那么邱毅呢就发表了脸书 他说台独当局欺骗台湾人民 那么说这个台湾的海巡船 可以对抗大陆的海警船 竟然有一堆台湾的这个小粉绿 那么年轻人竟然去相信 其实如果问问日本 问问越南 问问菲律宾 就知道了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吨位有多么多么的大 他们的海上执法船只 遇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还谈什么对抗 能招架得住吗 其实台海问题的本质 就是中美问题 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 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多的起起伏伏 而台湾问题一直就是 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地带 美国联邦众议院 2023年7月25日 以口头表决方式 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那么也送交了美国参议院 来进行审议 如果美国国会两院予以通过 那么就递交美国总统 拜登签署生效 这个法案是由多名美国众议员 在去年2月底的时候 是联合提出的 他的主张就是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 不涉及台湾 那么未来在国际组织当中 中国大陆如果有所谓的 试图扭曲有关台湾的决议政策 或程序的行进 美国的代表 应借投票等表达意见 及影响力的方式 呼吁这些组织来抵抗中国大陆 致力于为台湾当局 谋取所谓的国际空间 那么这样一份2758号决议 显然是美国最新操弄的法律战 那么这份决议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时候通过的真的如同美国政客 所说的那样吗 1971年10月份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 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而美国众议院三番五次 试图歪曲对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 只是美国方面一些人谋求 以台治华的最新尝试 台湾岛位于西太平洋 是东海与南海的连接处 也是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屏障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台湾成为了整个东亚不可多得的 军事和经济的要地 也正因为如此呢 关于这一座宝岛的纷争 也就从未停歇过 1948年底决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随着战事的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逐步占据了优势 而长期依赖美国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则是接连的溃败 那么这也让此前一直推行 抚奖反共政策的美国内部 开始了检讨 1949年8月5号 美国政府发表了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美中关系白皮书 1950年1月5号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并表示美国无意掠夺台湾 也不再卷入中国的内部纷争 紧接着一周之后 1月12号 时任国务卿爱奇逊发表了美国西太平洋防御线的声明 也被认为是在努力避免与太平洋另一边的中国发生冲突 然而发生在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 是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 杜鲁门推翻了他之前的表态 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否认了台湾在法理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而与此同时 美国第七舰队奋命侵入台湾海峡 第13航空队也进驻了台湾 1954年12月 为了使美国武器进入台湾的合法化 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疫条约 加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结束仅仅两年之后 美国又再度陷入了越战的泥潭 越南战争一达就是20年呀 到了越战的后期 美国在战略上的频频失利 最终造成了5.8万名美军官兵客死他乡 成为了美国政府挥之不去的闷言 在1965年到1966年间 美国民众摆脱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当中 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表示 无论如何都会让美国脱离越战的泥潭 也深得了美国的人心 在尼克松当选总统之后 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之后 中苏关系的恶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1972年2月21号 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可是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 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是在1979年的1月1号 之所以会延后7年之久 有尼克松辞职的因素 也有苏联的影响 但最为重要的 还是双方的关键问题上 一直没有谈了 这个关键的问题 自然就是台湾问题 1978年12月16号上午10点 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 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 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断交撤军废约 在与中国正式建交两个月之后 1979年的3月份 卡特政府就在国会推动了 台湾关系法持续干涉中国内政 并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为解决美国对台售武的问题 三年之后 中美政府共同发表了 八一期公报 美国政府承诺将逐步减少 对台湾的武器的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最终 得到解决 美国的这些举动 让台湾深感不安 里根和他的团队都清楚这一点 所以美方又派出了专员 前往台湾会见了蒋经国 并对台湾做出了六项保证 作为里根政府对台政策的单方面指引 六项保证在私底下被提出来 并未正式公布 那么对外呢 美国政府向台湾提出了各项的保证 而对内里根总统则口述了一份备忘录 以取代八一期公报 成为后来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原则 里根的声明 经过这个润事定稿之后 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会签 摆进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保险箱里 而此后每当出现对台军售问题 这份备忘录就会交由保险箱当中取出 作为总统签署八一期公报的争议 给美国官员作为参考 直到特朗普时期2019年的8月30号 里根的秘密备忘录 才由美国国安顾问博尔特签署解密 美国一边公开签署了八一期公报 一边发表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 来否定这份公报 既然美国根本没有诚意减少对台军售 又为什么要跟中国签八一期公报呢 因为当时美国想拉拢中国一起对付苏联 后来苏联解体 美国就露出了真面目 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争斗较量越来越多 1995年的5月份 美国政府宣布允许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中美局势在先波澜 一时之间 两国的高层访问与一些重要的磋商都被踩了刹车 李登辉访美成为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导弹实弹发射演习 1995年的7月份 6枚东风15导弹全部命中台湾最北端的富贵角目标区 1996年3月份 又有四枚东风15导弹从福建的飞弹基地发射 迅速飞越了台湾海峡并飞向目标 不过在这紧张的氛围当中 历史也正酝酿着新的转机 1998年6月30号 美国总统克林登正式访华 中美关系逐渐回暖 克林登公开重申了对台湾的三部主张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组织的国际组织 那么这也是美国总统历年来 首次面对民众 公开做出对台湾问题的承诺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曾经对中国做出过很多的承诺 但这些承诺一再都被美国自己违背 美国政客为了选票 不断改变政策 美国利益集团左右着美国的政治 美国军工集团在幕后推动着对台湾的军售 更为重要的是 美国政客认为 阻止中国统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所以美国政客打着台湾牌也就越来越起劲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事呢 也就做得越来越频繁 性质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冷战结束20多年之后 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 再次将对抗的主题带回了世界政坛 特朗普政府不仅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对台湾政策的大幅度调整 跟不断挑战着中美关系的底线 而当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呢 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的框架 2022年10月份 白宫发布了拜登上任以来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再次明确立场 界定中国为美国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 2022年的11月14号 20国集团峰会召开的前一天 中美援手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进行了从2017年以来第一次的面对面会晤 会面时针超过了三个小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拜登明确的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一跃的红线 而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了表态 美国会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图 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会拿着台湾作为工具来阻挠或遏制中国 然而我们都知道说是一回事 做是另外一回事 现实情况就是 在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当天 2022年的11月14号 美军出动了约100架次战机 在台海空域活动了三天三夜 16日台湾方面又表示 近期与美方签署价值157亿新台币的军售合同 不安定的因素依旧在累积着 而根据民调显示 有八成三的台湾民众 盼望两岸能够恢复并维持沟通的管道 避免情势擦枪走火 可以预见中美台海博弈会持续下去 直到中国最终实现完全的统一 而现如今在此刻当下 美国始终在操弄着台湾牌 现在啊 中国大陆恰逢本次金门冲突的时刻 我想呢 大概率会快速拉开统一台湾的序幕 与此同时呢 也是中美在台海博弈的高分时刻即将到来 我们一起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